Hello,大家好,我是博雅 我是QQ 今天这一期视频是关于日本温泉的干货分享 好,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师傅,师傅别开车呀,等等我呀 隐藏在山林中的温泉酒店 还要坐单轨电车才能到达 好神秘呀 大唐的风景美如画 办理入住时有茶点还有柜室讲解服务 酒店内的交通工具是无人驾驶的自动车 我们要去房间啦 超慢 我这个坡挺陡的 我们住在最山坡的那一堂 即将到达 人生的地方 对 哇哦 哇哦 赶紧来参观一下 人均4000的温泉酒店到底长什么样 洗户用品居然都是泼辣的 内部还算宽敞明亮 是日式风格的装修 最大的亮点在阳台上 看,自然温泉 不用去公用温泉跟别人挤啦 阳台外面就是山林和大海 这个风景真的绝了 地牌哭的神仪 到了酒店以后呢 肯定有很多人就会迫不及待的 想先去泡一下 但是其实呢 日本的温泉是有几个禁忌的 一 身上有纹身的人 是不可以去公共温泉哦 意味在日本 有纹身和黑色鬼都花点泡的 不叫我温泉 你这个是半有酒 没事儿 如果你身上有纹身的话 我们建议你选择非公共的温泉 比如说有些温泉酒店 会提供那种单间 然后你可以包场 也有一些温泉酒店是房间内自带温泉 而在日本泡温泉之前 必须先满屁的身上洗干净 而且日本人的淋浴呢 是喜欢坐在小板凳上坐着洗 也就是说他的淋浴头会很矮 如果你硬要站着洗的话 就只能从下半身开始洗 然后再倒立过来 再倒立过来 三 日本的温泉是否可以穿任何衣物 包括泳衣 浴巾 都是禁止的 四呢算是一个小姿势 就是日本人泡温泉的时候 为什么会把毛巾顶在头上呢 首先 冷水洗过的毛巾 拧干后顶在头上 可以防止泡温泉时头部冲血 其次 日本的温泉是不允许将毛巾放进水中的 所以就只能顶在头上啦 日本的温泉设施 一般会提供浴衣 或者日式两件套 我们穿上这个就可以去泡温泉啦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的渔衣 无论男女都是左巾在上 这才是活人的穿法 如果右巾在上的话 就是死人的穿法啦 最后一件事呢 日本人在泡完温泉以后 是喜欢喝杯牛奶的 好了 了解到这些日本温泉的小常识之后 让我们尽情的泡一下吧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可能 还有美味的晚餐在等着我们呀 好厉害 大海优优独播剧场上 就让一场舒适的按摩